徐富凯出道一零年 经历七度寇冠终于在去年如愿夺下金曲台与歌王宝座 而受到疫情影响 他的诗歌演唱会两度延期后 也终于在十二月顺利首度攻淡 心情可说是像喜三温暖 他接受Eat It Today专访时 苦笑说 我觉得就是老天爷安排好的这条路 很多人跟我说你要先拿到这个讲座 才会让你去小巨蛋舞台 也透露金曲奖给了他很大的肯定 心态也比较踏实 反而拿了奖之后 对于未来音乐作品可以大胆地去做尝试 之前都会考虑评审老师的口味 对于杠规六次 终于拿到金曲台与歌王 徐富凯感慨地说 很庆幸在这时间点拿到 不管是观念 心智或是在演艺圈的时间 都很成熟的状态下 如果第一年就拿了 我觉得后来的命运跟未来的走向会不太一样 可能有大头症出现 问及有无犒赏自己 他笑说 都没有 就一直工作 用工作来犒赏自己 透露 因为近来台湾疫情又开始肆虐 希望赶快赚钱 能赚就赚 很怕像去年那三个月都不能出门 他透露去年三级警戒时 工作全数取消 粗估至少少赚三四百万 如今在农历年前 疫情又开始蠢蠢欲动 徐富凯表示自己 从12月开始就赶紧报复性演出 狂揭破30场商演 尾牙 连过年我都不放假 以前我都会跟经纪人说 要回南部放空 今年初一听到有工作 就马上说接啊 干嘛不接 真的怕到了 加上过年还要包红包 而今年他也将包出至少六位数的 红包孝顺爸妈 许富凯也分享在全球疫情爆发前 自己有长达七八年的农历新年都是在国外的商演中度过 他回忆每次去印尼演出 在表演过程中都会有大批民众一个个排队上台给红包 这是当地习俗 刚开始时下到不敢拿 后来当地人才说一定要拿 他们是因为喜欢你才会给红包 更笑报收工后回饭店第一件事就是拆红包 且一次就是二三百个红包起跳 每次算完钱都觉得自己是千万富翁 因为他们壁纸比较小 总计都是上千万印尼盾 但也有拿过空包谈的 他曾有一年在印尼的小岛上演出 因为岛上没有饭店可以住 只好借助当地开杂货店的人家 由于当天下大雨 表演完他急着回去洗澡 没想到才刚打开门就惊见一条大蛇 让他喝得惊魂未定 结果马上吸引一大堆当地的大妈围绕在他身边 他笑说 我以为是来安抚我 结果是来问我生日以及各种喜欢的数字 因为他们认为是急躁 要去牵牌 让他哭笑不得 为什么要去压儿呢 получилось 要去压一段下 这种比较快乐 你的美国 那么来讲 我现在看到那种比较大量的 提供的那种比较大量的 第一个摩擦